2015 HITTO 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 在我們2015 HITTO 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 我們接下來要訪問的這兩位都是非常亮眼的新人 是啊 而且對我來說也是兩塊鮮肉喔 讓我們來歡迎李玉璽還有陳彥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玉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彥筠 我知道接下來我們這一段訪問 隨時這一位李玉璽都要被Cue走 隨時要被抓走 是因為馬上等一下就要登台了 對 然後現在心情其實蠻緊張的 對 因為沒有拿過獎 所以反而是拿獎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比演出還要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我不知道欸 可能唱歌就是 因為這一年都有在唱吧 然後就是第一次的 那彥筠你有沒有教他兩招啊 沒有 其實我剛剛在台上講得章感也很緊張 反而比表演很緊張 對啊 真的 所以你們兩位都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比較不會講話 對 我們內向害羞 斯文 謙虛 我覺得讓他不要緊張 我們就先練習一下好了好不好 對對對 現在直接先講之類的 要不要先請彥筠先重複一次好了 你剛剛是怎麼講了一些什麼呢 我剛剛不是好 得獎的是陳彥筠 哈囉 大家好 就是很開心能夠從那個 胡克群前輩拿到這個獎 我覺得非常榮幸 真的有緊張 然後 呃 唉唷 現在到底什麼 唉唷 剛剛到底講了什麼 對對對 我就感謝我的唱片公司 經紀公司 然後還有我公司的家人們 然後還有我爸爸媽媽給我這麼好的基因 然後讓我有寫歌的這個功能 對 以後會想出更好聽的歌給大家聽 等一下趕快趁這個玉璽要不要Cue上去 歡迎 李玉璽 得獎的是 得獎的是 李玉璽 謝謝大家 非常榮幸能夠從那個 胡克群前輩中拿到這個 等一下不會是 完全一樣 全部Copy 但我能夠先給玉璽一個小撇步嗎 等一下上台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麥克風有點低 對 你跟我講 我剛剛真的想跟他講這件事 真的 真的 有點低 其實不要低下來啦 真的嗎 需要低下來嗎 你知道那個 因為我們 因為我發現 其實你心機太深 都被人家看破 沒有 我剛剛也沒有低啊 我就直接 就這樣講 不是說真的 那個麥克風大概才到我們 我的胸口左右 差不多 所以要彎下來講嗎 還是直接講出來就聽得到 我覺得應該是聽的 你可以往上拉 可是我剛剛有往上拉 然後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你心機才深吧 你沒有跟我講 沒有沒有 有時候有時候 我會研發到 我想到 因為我剛剛上台的時候 是這樣講的 其實不好看 對 你可以手這樣 呃... 他這樣太帥了 沒有 我們等一下三個人就在下面看 然後剛剛預期這樣 他是可以拉的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要像這樣子 哦 你把它當作桌上的一杯珍珠奶茶來享用 不要緊張 所以真的要講 謝謝 我會放鬆 從前輩五個人手中拿到 謝謝 當然是要謝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然後 也謝謝HeadFan給我的肯定 然後 會繼續加油 其實我們知道 在過去的這一年 你們兩位都分別推出了非常精彩的作品 但是 大家在歌壇上面 漸漸的也認識到了你們之後 最想要問的問題還是老話一句啦 畢竟都是走創作路線的話 是啊 什麼時候再給我們所有的歌名朋友們 新的交代有沒有 我們一直有持續在寫歌 對 我們最近都很努力的在寫歌籌備 錄影這樣 作品也有 感覺越來越成熟了 對對對 方便 什麼方向的呢 什麼樣的感覺呢 都有耶 其實現在常 有一點搖滾的那種音樂也有 然後或是書籤搖滾 我現在是往這個方面 或是比較一些 文心的感覺 輕心掛的是不是 對 他露出直儀的眼神 那玉璽呢 我這次 我還是依然是走搖滾的路線 但是會多一點 像英式搖滾這種風格的音樂 那你下一張專輯在推出的時候 會不會跟唱片公司說 不要再給我皮外套跟重機車的感覺 真的很熱 太熱了 真的如果尤其又夏天推出 那真的是很熱 對 可是我需要多運動一下才能 把手臂露出來 不然他那麼壯對不對 彥宇好好交兩招 好啦快差不多要Cue上台了 對啊對啊 那我們趕快來自拍一下 最後的時間要你們哥倆好 今天都要自拍 今天都要自拍 然後要送給我們最幸運的聽眾朋友 來喔 來來來來 上台POSE 好的 好 待會也要麻煩兩位幫我們簽名 然後要送給最幸運的聽眾朋友 再一次謝謝陳怡允還有李玉許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